澳大利亚墨尔本发生了致命车祸 一辆油槽车在繁忙的高速公路上翻覆 造成一人丧命多人受伤 当地时间星期二早上 一辆油槽车在墨尔本的高速公路行驶时 为了闪避另一辆车子不幸翻覆 由于事故发生在繁忙时段 因这起车祸而遭殃的车辆也不少 消防人员赶到现场为油槽车喷上泡沫 防止它起火燃烧 据当地媒体报道 油槽车露出的油介于1万到2万公升之间 当局还在调查这起事故